今天早上我刚好有机会 跟许多在上海这边工作创业 长期生活的老年轻朋友见面 也很深入的听取 这些年轻朋友 他们在上海目前生活的状况 其中有小学就来到上海 有大学毕业之后 来到上海目前第八年 也有在上海成家立业 我觉得听到他们反映很多 在上海这边 他们觉得有很多的机会 而且他们也做了很多 台湾跟上海年轻朋友交流的活动 我想接下来我们也很希望 借用他们这样的经验 以及未来他们到台北 也可以分享他们在这边创业的过程 我希望有更多的交流 我想很大部分的台商朋友 以及我所介绍的民众 大家都很期待 两岸之间是要安定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 Bjont堂 Viking 我和你不是故障的